这几天天气都是蛮好的 都可以看到太阳露脸 而且气温也是蛮舒适 是个干爽的好天气 但现在专家就告诉你了 他说好天气进入倒数 因为预估呢会在12号 就是星期天的晚间 会有一波强冷空气 而且现在专家发现 这波强冷空气呢 可能会达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而且呢在北部地方 可能会骤降时度 就是原本会从这个暖春变为寒冬 那可以知道是呢 这一次呢在北部跟东北部 可能会转为这个局部 有短暂雨的问题 因为可能会有东北季风的来袭 比较靠近一点点 接下来可以看到 在13号就星期一的时候 下半天可能会转为干冷 要注意的是辐射冷却影响 所以呢可能还是会蛮低温的 但是在干冷的部分 大家会感觉蛮舒适 但是舒适之余可以知道是呢 在冷气团3月14号 星期二会慢慢减弱 而这个时候呢 会慢慢转为干冷的天气 而在干冷的情况之下 可能水晴也会慢慢的吃紧 大家还是不要忘记要节约用水 而且呢可以看到 虽然这天天气都是蛮舒适 但是现在就是要提醒你 在12号当天 可能会有强冷空气的影响 因此呢在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还是可以把握好天气 在12号之后 所有的一些保暖衣物 还是要记得拿出来 那么TVBS也推出了 TVBS路的偷挑 找你扫描这个QR Code 就能加入LINE的好友 带您掌握明星的台前幕后 让你娱乐讯息不漏接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